充满了奇迹,充满了爱的 请收看长老发育 罪圣智者须所兴,以此保重无不见能 而是普贤菩萨与从玄其业成佛的神力 大菩萨说法的时候,都假一个,都是成佛的神力 就是佛加此力 我们佛弟子,那对佛学院的学生 那一切法事,很少用这句话 这句话的一切事一切错,都应能假装 自己稍有进步,稍有觉悟,都假一个成佛神力 那些等学菩萨,他说法眼说,他都说成佛神力 咱们一举一批,一言一招 一动一进,经常惯念佛力所加 大家看每个经论里头,每个大菩萨要演说法的时候 先要说成佛神力,佛加此王 每位上台的说法的法师,他最初都惯想佛力加持 在五代三观想,文术实力佛的加持 表示他所说的有所本 有所本是根据佛加持力,我才能有入世说 如果佛不加持,我就说不出来了 看得很普通 等我们拜餐,想到佛加持力,我才能拜餐 到这趟吃饭去 在那回想时候 得说佛加持力 一举一动 你能想到佛加持 佛就随时加持你 你没想到,佛就没有了 为什么?是你的心 你的心 那你把佛忘了,我吃饭去忘了 当你修行时候 你很少想到佛加持力 我才能闻法,我才能知道拜餐 我才能知道修行 我才能想到佛加持 我才能想到佛加持 真的能感到佛加持 不愿啊,你感不到佛加持 这什么含义呢? 一定是佛就是你自己的心 在我们一开始讲幻见 我跟大家讲无数遍的了 讲启书论 相信自己披露着弄 佛加持力就是你的心明了 心明 心明了,开之后了,开路了 眼睛就亮了 刚才有一个弟子问我 如何修行耳根圆通 耳根圆通就是这样 观音波子就这样说的 耳根圆通就是心圆通 心不圆通,耳根能圆通了吗? 他是说,冷暗间 这二十五圆通 二十五种 总说起来就是心明了 大十四不是一佛念佛必定见佛 都是入室的 就是佛加持 而是普言不造于崇宣之夜 成佛神力 不是佛加持就成佛神力 普光十方而说中原 其地平坦及清静 说破世界 平坦清静 难住坚固无能坏 没有谁能把华杖世界坏了的 没有 莫尼处处以为亚安 众保一众相坚措 相坚措 坚措就是次第的意思 像摆花篮啊,摆什么 互相坚措交叉供养 就这个意思了 静安为的圣可乐 宝伦保网聚庄严 莲花布上接远满 妙意弥法西周片 菩萨天官宝英诺 西部其地为严好 宝伦保网聚 宝伦保网聚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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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自释放一切度 远说入来干入法 一切佛愿摩尼内 无限无边广大皆 最上智者惜所行啊 于此宝众无不见 所以说智者 最圣智者就是佛 往昔修行 在这华藏四季的宝中 都能见见佛怎么修行的 每位道友你的拜餐 你的诵经 等到你成佛了 待宝光明统就献献你 待普洛士拜餐了 上殿了 都献了 也如是 一切法都如是 其利所有摩尼堡 一切佛上显来若 一切佛果度的所有的宝 所有的庄严 都在华藏四季大地显现 比如佛刹一一尘 一切果度一入中 一一中现一切宝 一切宝片满一切中 天的第四网 这个光明到哪个光明 哪个光明到哪个光明 咱们这个亮了 咱们这个法上的光明 你说哪个灯的光明 你分不出来 光里都分不出来 截言的时候 这个灯光是这个灯光 那个灯光是哪 咱们这是世俗的啊 你还可以分 感那个天地是你分不出来 因为咱们的光不太亮 那个 回向的啊 那个护发的灯啊 灯光小 光发不出来 这种光不同的 光光互射 光光互骗 这都如来神变力 还得假如来神变力 咱们 妙宝庄严的华障世界 菩萨游行骗尸方啊 演说大四驻弘愿 此时道场自在力 摩射 摩尼妙宝庄严地 放尽光明 放尽光明 被注尸 所有庄人的思好 思好啊 充满法界 等虚空 佛里 佛里自言入世现 佛的神里自言显现的 朱游修自普贤院 武佛警戒大自人 能致于此插海中 入世一些著神变 解了 解什么呢 所有演说这些庄严 这个妙宝 这些光明 就是这个 华障世界 华障世界 华障世界就是这个道场 也可说菩提道场吗 咱们可以说咱们的法堂 咱们的法堂 咱们法堂的道场 这都是佛的神里加持 信吗 华障世界咱们可能信 说现在我们这个法堂 普罗斯现在法堂 现在摩尔黄学经 说这是佛里加持的 在这个武卓尔黄学 在末法当中 在这个世界刀兵水火灾害 横行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说 华障世界 大家来学习华障世界 相信这是佛里加持吗 应当有这个信仰 应当有这个信仰 要相信这是佛里加持 没有佛里加持是不可能的 我们经常说大海 都拿大海做笔 大家不要想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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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什么呢 想到你的心 这是我们自心的显现 我们的八十 心的八十 不是眼镜中子吗 咱们现在所说的 花障世界是静中子 咱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眼中子 寒障时 寒常的眼镜一切 现在我们虽然处的眼 但是可是静的成分 我们把这个眼变成静 普贤普达就告什么了 而是普贤普达福告大宗言 诸佛子啊 此世界海的大地中 有时 一切妙宝庄严聚 庄严其底 妙县莫尼庄严其难 披露折诺莫尼保王以为去亡 香水盐彻聚众宝采充满其中 种种宝华宣布其上 沾坦续末 承印沉淀物 沉淀物沉淀其下 沉淀物可不是脏的啊 沉淀灾续末 沉淀其末 沉淀物啊 沉淀物啊 沉淀的续末 沉淀其末 沉淀物啊 沉淀续末 从焚宝盖,盖,有时候咱们上回应请那个什么,给佛打着宝盖,盖。 现神通的世界所有的庄严,西域中现,所有将军都在这里显现。 十种街壁,行列分布,十种的南巡旧掌为阳,四天下为神树一切宝庄严分头的花。 宝庄严说成的分头的花,福荣水中,不可说八千亿诺犹脱。 诺犹脱说,十宝四楼床,四楼是戒,四楼是戒床,就是戒床。 恒河沙说,一切宝衣陵王传。恒河沙说,五边陕像宝华楼阁。 百千亿诺犹脱说,十宝莲花城。 每个城都是十宝庄严成的,十宝宝贝所成的。 多少个成的?百千亿诺犹脱。 一个诺犹脱是不可知说,叫无秧说。 百千亿那么不可知说。 因为对众生说,不可知说。 对那些大伯子是可知数的。 所以上的还得加个百千亿。 四天下微臣树的纵宝树林。 宝燕莫尼以为其王。 这个树林跟那个树林都有网络造着的。 。 恒河沙说,詹坦相祝佛的。 阎阴光雁莫尼。 不可说,百千亿诺犹脱说。 重宝圆墙,西贡卫尔,周片阎丝。 先从海底说起。 完了又说到海难。 海难又说到网。 网又说到水。 索又说到华。 华又说到沉淀雾。 沉淀雾又说生。 远復的阴生,说法阴生。 阴生完了又说光明,又放光。 完了光说了又说到人了。 说到人了。 。 这些个从从无尽。 词中有笔,笔中有词。 难极是底,底即是难。 枉极是难,也是底。 十个是交互融洽的。 种种庄严。 种种庄严。 但是呢,白莲花,一首大白莲花, 当于水中。 那首莲花是真正的。 四箭。 一阶是难,其他的都不是的了。 。 这里所说的,金、人、玛瑙、车区、湖泊、珍珠、玫瑰、秦桑。 这里所送的形容里有十种宝。 他说这个大白莲花呀。 咱们前文不说分头莉花吗? 分头莉就是大白莲花。 分头莉就翻大白莲花。 有的地方,有的江南把那个什么, 咱们念那个大白莲花。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大白莲花? 大白莲花可微妙了。 清净无言。 在其他的经上到讲, 大白莲花可处于污泥当中啊。 不是像这个了。 这是清净当中。 形容让莲花在这说不思界里头。 清净无言。 触言而长净, 这严重而前莲花。 又分如意。 如果大家说那个白杜姆法, 白杜姆法就是大莲花。 白莲花。 这个含义的意思, 它所指, 我这个, 我们华严部把它画了一首大白莲花。 大白莲花。 就是经上所说的分头立花。 就是大白莲花。 大日如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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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个莲花呀, 白的呀, 像那个锄矿的银, 像白银的一样, 光亮多么, 七相无比。 这座莲花非常的大。 咱们这个说, 就是华专世界了。 说在人间呢, 没有的, 出了天词, 欧乃达斯里头。 它的根, 就是那花根啊, 长有一尺段。 花的散, 那形状呢, 就像我们那个碎莲。 大家看着碎莲呢。 这个花是生于淤泥当中的。 形容着, 在这个娑婆世界, 众生养够当中, 能够成佛。 在尘而不严。 那些大菩萨到这里, 都众众, 他也是跟众生一样的, 但是他不受掩误的, 是清洁无奈的。 但是他生长可生在淤泥当中。 一切入佛成就, 是成就在众生当中的。 没有众生, 佛成不了佛的。 十大愿望的回向报佛, 报众生能的时候。 就是, 为什么报众生能? 没有众生佛, 成不了佛的。 菩提, 第九大愿呢。 菩提根, 就是众生。 菩提树上所结的果, 就是祝佛。 没有这个根的支运, 菩提果是成不到的。 菩提音就是祝大菩萨。 金能成果, 这个果是怎么来的呢? 是利于众生的。 所以, 把这个大白莲花, 为什么讲它这么多呀? 经上有时候把它形容着。 特别是, 《妙法莲花经》, 也是用莲花形容着。 《妙法莲花经》, 《妙法莲花经》, 《无上师为妙法》了。 《妙法莲花经》, 《无上师为妙法》了。 《妙法莲花经》, 《妙法莲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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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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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洛桑形容如物质来说 美玉无瑕 白玉里清净的一点瑕疵没有 持戒 持的清净毫无违犯 忏悔 犯了戒了 对手忏 那是喜说不是原来的清净了 咱们是注重的彼修界 大乘教育注重菩萨界 彼修界自身 犯了 还可以把他喜说 菩萨界自身 怎么忏呢 那你一切罪是由心造的 还得用心忏 必须到了开悟正德了 正德的法身了 忏了 忏清净了 懂得这个含义就行了 所以斯洛桑就是戒律桑的意思 就是戒律桑的意思 都是通的了 这个含义是通的 而日普贤菩萨与崇玄其义 乘破审理 观察释放 说宋言 此次也让大地上 由香随海莫尼言 清净茂表不齐底 南路金刚不可坏 香障莫尼即成难 瑞燕诸伦布耀云 莲花庙堡为阴落 处处庄园竟无垢 香水层亭 聚众彩 宝花悬布放光明 普振阴圣文远建 以佛为审颜妙法 揭臂庄园聚众堡 服以摩尼为监司 周会三宣西宝城 莲花铸网入云部 莫尼宝树列成行 华为放法为富容光贺益 种种耀眼恒经咒 佛神动力令入色 种种妙宝分托力 服部庄严香水海 香燕光明 展无暂停 广大圆满皆充满 明祖宝藏 横直上 妙意催步为盐司 莫密凌王言法印 令其文革虚佛字 妙宝莲化作成库 作成库 种宝莫密所所言容 珍珍珠 云莲不思欲 如是壮严相遂海 圆强 遥遥皆周遮 楼阁相望而不上 胡亮光明 亨自眼 种种壮严清净海 披露卓诸诺一望戏 种种擦海皆严境 如是广大无有边 其事如来自在内 这段文字就把前头所说的 后头总结说一下 这前头所解说的 在这个寄送又不再说一下 那送什么呢 赞送什么呢 赞送的台阶啊 蓝巡啊 树林啊 滑水开服啊 或者那个各种种庄严闯像啊 送分宝盖的像啊 送珠啊 送橙啊 珠是珠宝的珠啊 送那个拳 墙啊 其实没有墙 什么遥遥 都是佛往昔之音 所献的妙容的力 这都是佛的力容 今天就讲这里吧 儿时普贤菩萨福告大宗元 祝佛子 一亿香水海 各有四天下 微尘树香水河 又悬为遥 一切皆以金刚为难 尽光摸泥一味严丝 长县祝佛 保彩光云 提出纵上所有的烟音 其和所有悬浮之处 一切祝佛 所修音形 种种形象 皆从中处 莫尼为王 纵宝灵夺 祝世界海所有庄严 西域中现 莫尼宝月你夫其上 其缘普现华藏世界 披露之诺十方画佛 集谢佛神通之识 浮出妙音 承扬三世佛菩萨名 其相思海藏 尝出一切宝愿光云 相许不绝 要广说者 一一和各有四界海 微尘术庄严 普现菩萨跟这个参加的 所有法会的大菩萨 跟他们说 说什么呢 说庄严的事 华藏世界庄严的事 但是一切的庄严的都是 人间所最尊贵的宝 没有 没有 这上所演的这些 所说的这个宝 我们从来也没看见过 只是佛经上这样说 是天上最庄严的 最庄严的 行 行 理解的 是德 功德 你的福报所感到个什么样的庄严 你们看 从那个 农村 到那个小城市 从小城市到都市 从都市到北京 它各个庄严局就不同了 你这建筑就不同了 因此呢 对这些个所说的这些庄严局 只能入你意念 理想 这是那些个住大菩萨 他们所邮寄的 这是圣洁 都把它形容用光 用云 来形容的 这个咱们只能够 种种上根 听一听 这个没什么解释的 不是像讲义理 义理嘛 可以多说一些个 这个庄严局 咱是不知道的 咱们看见河 看见海 咱看只是水啊 难边的除了石头泥巴之外 他说水不是水 那上都是珠宝所合成的 珠宝都是这意念所化现的 超过我们凡夫的境界 这个是菩萨 这个是菩萨是跟那些个 实地满了的大菩萨所说的 这不只是这一个世界 无量的世界 无量的世界 大菩萨 他们所见到的境界 咱们根据这个文呢 观想佛的境界 观想佛的境界 滑胀世界是指着 披露卓诺佛所住的境界 异理呢 我们从心理上说 这些都是我们心时所变 但是我们心时所变 我们是谜的变 变的没有这种境界相 而开了物了 证得大菩萨境界 一般的菩萨 咱其他的经论所说的菩萨 到不了这华正世界 华正世界所说的 这种境界前头讲了 如来出现 座上的菩萨 佛的眉间所处的菩萨 这些个大众 大众 用它正德的究竟 悟德的身 所有庄严俱呢 不同了 这国度都是这样的国度 大家入文呢 就惯想而已了 是不是事实呢 事实是 不是我们的事实 像人家 可以用经济 我住五星敌饭店 哪是更高一点的饭店 一夜几千块钱美金那个 但你只要有钱 你可以能住 咱们现在讲的可不行 这华正世界不是你 经济力量所能达到的 得到福德智慧 福德得到什么样的福德 得到那个灯觉 观音啊 普贤啊 文书 得到这样菩萨境界 才能见到这些境界 有这个是普贤菩萨说的 而是普贤菩萨与重选起 成佛神的 观察十方式送严 清净香流满大河 金刚妙宝为其难 这河的水是香的 难上的难是宝所成的 那是金刚体 宝墨为伦 宝墨为伦不其地 宗宗言死皆真好 宝戒杭丽妙庄严 南巡舟会西书立 大河的宝宝 真处为帐 宗华师 宗宗英漫共炊下 香水宝光清净彩 横吐莫尼荆棘流 宗华随浪皆摇瞪 西照耀眼玄妙法 那个水流的声音 都是说的微妙法 说华安家 畜所不同 因为言说者不同 这是普贤普责言说的 细末的沾潭做泥印 印字是什么呢 说泥的渣子 都是沾潭墨所做成的 说那个河的南边 河的底 所有咱们因为是你 不是你了 是什么呢 是沾潭墨 一切妙宝同回旋 香气纷纹不在宗 发烟流粉浦周片 河总出现住庙堡 西方光明骰资源 西方步行成台座 华盖竹资源 结局中 莫尼王宗献佛神 光明普照十方差 以此为了严四地 相遂阳彻长营满 莫尼为王 今未多 骗福相合 演佛音 可选一切菩提道 即普贤之妙性 保难莫尼 极清剑 横出入来本愿音 一切祝佛 能所行 气焰蒲眼皆令见 这个是说佛的一正二报 一正二报 由于过去 佛在阴地当中 所做的业 什么业呢 救度众生 修菩提道 这是佛的正报 那他的身心所依止的 这一天的世间事物 那就叫一报 一报 一报呢 就是世间上的 所形容的国土 身上所依止的 住处 知生生命 存在的所有仪式住行 这叫一报 正报呢 就是 五月 色寿响行 五云法 福的不是实 福是智 正字 但是把我们他所的依报 跟我们的所依报 变化了 在佛的智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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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右眼看 跟我们是一样的 也是我们现实的世界当中 但是智慧要观察 不是的了 变化了 有的 随他的所证得的 他所证得的 就是他所证得的智慧 他智慧关键的 有的是大应身 大事家 有的是时报庄严 但至于法身佛 披露着呢 那就从上来所说 那些个 那些警戒相 还不是说法 还是说的功德 功德 法身就无相了 无相了 所以这个在那个 讲普贤恨音品啊 这些是廖说的 不是像 像这华藏司机说的 这么广 华藏司机显示的 也不是法身 也不是法身土 法身土是没可说的 不可以形象来形象 这都是时报庄严 说的佛的功德 所感的 他说的一报 不同了 凡圣人的 凡圣同居度 佛是现到这个度 佛是圣人 那么多是凡夫 那这个度呢 就是凡圣同居 有清净的 有无言的 那就不同了 这个家里没有无言 纯净 无言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防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一百零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 绿意盎然的土地上 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 坐落于台南市归人区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之野 中华护生协会的 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帘 近视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 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 广大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 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 八戒护生园区 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 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 以及171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 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之门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田地 两者虽数不同物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彼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蒙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体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 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 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 渐渐恢复丰硫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他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肢们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气 猪肢发出的声响也不分宣治 有的悠闲地躺卧 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午后的微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来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 及灵性指挥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深深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 中华护生协会广妖宁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照顾好弟弟 好的妈妈 你去吧 我会照顾弟弟 你不用担心的 都怪你 要不是有你 我就可以跟着妈妈去捕猎了 姐姐 捕猎是不是很好玩啊 当然了 等你能睁开眼睛 我就可以跟着妈妈去捕猎了 哈哈 扎猛 就让我拿你当猎务 练习一下捕猎吧 啊 不见了 小鸟 看我抓住你 嘿嘿嘿 嘿 哎呀 这是什么地方 我到底跑到哪里了 不行 我要快点回去才行 哈哈 这里竟然有个小家伙 看来今天能尝尝老虎肉了 糟糕 勇雄 快跑 你 小家伙 你往哪里跑 你跑不掉的 嗯 救命啊 救命啊 妈妈 快来救我 别怕 妈妈来了 住手 诶 扯物 差一点就得手了 哼 你休想伤害我的孩子 妈妈 刚刚真是好险啊 多亏你及时赶来了 不然 我就会被这只熊给吃掉的 叫你听话就不听 你还偷跑出来玩 妈妈 我知道错了 下次我不敢了 赶快跟我回去 要是阿阳跑出了洞 要怎么办呢 弟弟很听话 他没有乱跑 就你不听话 你知道你这样做 有多危险吗 妈妈 我再也不敢了 妈妈 不要熊姐姐了 阿阳 姐姐她做错了事情 做错事就要被惩罚 妈妈 我以后不会丢下弟弟乱跑了 可是我好想跟你出去捕猎啊 阿朵 我也想带着你出去 让你学习捕猎啊 可是你弟弟阿阳的眼睛 看不到人看不到东西 万一遇到危险 要如何办呢 阿朵 如果我们不照顾她 她是很难活下去的 姐姐 都是我的眼睛不好 是我害得你 没办法跟妈妈出去捕猎 都怪我 弟弟 没事的 等你再长大一点 我们可以一起出去 我 经历了这件事后 阿朵便天天留在洞里 照顾着弟弟阿阳 随着他们一天天的长大 虎妈妈捕猎的任务 也越来越重 姐姐 妈妈她今天怎么出去那么久啊 我们都长大了 吃的食物也越来越多 妈妈得捕猎更多食物 来给我们吃 她最近好辛苦 真希望我们能帮她分担一下 都怪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现在就可以帮妈妈分担了 都是因为我 你才哪里也去不了 真是对不起的 阿阳 你不要这样说 我们是一家人 互相照顾是应该的 有蛇 弟弟 小心 赶快退回到洞里去 你赶快离开这里 否则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竟然还敢过来 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哎呀 好痛啊 姐姐 你怎么了 没事 听姐姐的话 在里面 别出来 谢天谢地 他终于走了 好了 弟弟 现在安全了 哎呀 怎么回事 我现在感觉浑身发麻 这是怎么了 姐姐 姐姐 你怎么了 我身体动不了了 这是怎么搞的 难道是因为 被那条蛇咬了的缘故吗 阿阳急忙凑到了阿朵伤口处 不停地用蛇头舔着他的伤口 不多久 虎妈妈叼着一只野兔回来了 她一眼看到了阿朵倒在地上 而阿阳在一旁不停地为其舔着伤口 阿朵 你这是怎么了 妈妈 我刚刚被蛇咬到了 不过你放心 那条蛇已经被我赶走了 它没有伤害到弟弟 阿朵 你是一位称职的好姐姐 幸运的是 那条毒蛇的毒性 只有让阿朵身体发麻 没过几天 阿朵很快便恢复了健康 随着这姐弟俩一天天长大 虎妈妈便开始带着他们外出捕猎 然而失明的阿阳仍是让人担心 我们今天要去河边捕猎野牛 如果成功的话 一头野牛足够我们吃上好几天的 妈妈 今天我能和你一起捕猎吗 当然了 我们会把你弟弟留在山坡上 然后我俩去捕猎野牛 这样的话 就算他遇到了危险 我们也会及时赶到的 太棒了 我终于也可以捕抓大型猎物了 阿阳 你就在这里等着我们 可千万不要乱跑 嗯 妈妈 你放心好了 我哪里也不会去的 我会乖乖在这里等你们的 嗯 好孩子 妈妈 你看野牛在吃草 阿朵 别出声 等他们靠近后 我们再选定猎物 嗯 阿朵 看到最靠近我们的那头野牛了吗 他的腿上有伤 跑不快 我们今天就捕猎他吧 好的 我看到了 出几 说着 他飞快地冲了出去 阿朵紧跟其后 两只老虎直奔那头野牛而去 野牛群受惊 四散而逃 虎妈妈和阿朵 朝着他们锁定的目标扑了过去 然后一下子将其哭倒 看来妈妈和姐姐成功捕捉到了猎物 真是太棒了 河边 那头野牛不停地挣扎着 他的牛角一下子将虎妈妈划伤 虎妈妈忍着痛 仍死死地咬伤了野牛的腿部 突然野牛凶猛地往后一踢 虎妈妈一下子被甩开 重重地跌落在地上 野牛趁机逃跑了 妈妈你没事吧 哎呀 你受伤了 没关系的 那个家伙的力量可真大 阿朵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们捕猎到食物的 妈妈 以后就让我陪你一起捕猎好了 这样你比较安全 嗯 好的 我的好女儿终于长大了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头大黑熊朝阿阳一步步逼近 什么声音 是谁在我旁边 哎呀 好痛啊 救命啊 哎呀 不好 阿阳有危险 你这只可恶的黑熊 不准欺负我的孩子 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孩 虎妈妈不顾自身安慰 向黑熊发动进攻 她一口咬住了黑熊的腿 黑熊甩动熊掌 狠狠地朝虎妈妈拍下去 只拍一下 便将虎妈妈伤得更重 哎呀 好痛 阿朵 等着你弟弟赶快离开这里 嗯 好的 弟弟 快跟着我 我要走丢了 阿阳跟着阿朵身后 用最快的速度离开 而负伤的虎妈妈 用身体挡着自己的孩子 和黑熊对视着 如果是平时 黑熊绝不会朝老虎发起攻击 但是这一次 虎妈妈受了伤 这让黑熊有了挑战森林之王的勇气 黑熊和虎妈妈在山坡上打斗了起来 姐姐 你快去看看妈妈吧 她怎么还没回来啊 好的弟弟 你一定要留在这里 别乱跑 姐姐 你就放心好了 我不会乱跑的 你赶快去帮妈妈吧 哎呀 妈妈 你怎么伤得那么严重啊 我没事的 那头熊伤得更厉害 阿朵 你弟弟还好吗 妈妈 弟弟还好 没什么大碍的 妈妈 都是我连累了你 傻孩子 你在胡说什么 你要记住了 我们是一家人 相互照顾 是应该的 妈妈 接下来 就让我来照顾你吧 都说老虎 是凶猛无情的动物 但是这老虎一家 为了照顾残疾的亲人 却能相亲相爱 实在让人感动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